大家好,我是小公 今年一道敞阔 哎呦,这个小泰迪又挡住我的去路了啊 调皮捣蛋啊,卖萌 不就想要点吃人啊 哎呀 我给花胖带了那个骨头 我来给他一块吧 我的,你敢不能不吃骨头啊 你马上和流浪狗都差不多了 还这么调碳捡丝的啊 连骨头都不吃了啊 下次来就不给你吃了 这么调丝 我来给他拿起来喂喂他试试 这个就是一个挤脖子啊 挤脖子没有什么减粹的刺 给他吃还是可以的 我来喂喂他 这个皮他也吃啊 哎呦,这个狗太矫情了 非要我喂他才吃啊 你马上都混成流浪狗了 肯定吃饭还这么矫情 只要给他骨头吃 他就让到一边去了 在那慢慢的享受他的骨头了 现在到厂库里面了啊 看到我这个小咪咪还在二楼呢 没有往外逃几年 我来喊喊呢 过来 我来喊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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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 结果帮旁边的小菊帽给他召唤过来了 哎呀这个小菊帽好听话呀 虽然不是喊他的 但他也过来了 让我撸他 那个花帽呢会带老初 这个菊帽呢不会带老初 果然是不会带老初的呢 就喜欢念主人一点 卖萌装啥一点 这个会带老初的呢 他有点本事啊 就自我一点 菊帽刚刚打了这个花帽一下啊 说你不会带老初吗 还吃我狗粮干嘛 你还是过去吧 不要来吃我的东西 花帽也不敢吃了啊 没有个眼睛 我把狗粮分成两份了 一人一份吧 这个花帽不敢吃这个菊帽的 这个菊帽的明显看着要枪壮一点啊 有的人说 十个菊帽九个胖 还有一个在路上 我这个吃的 也就应该在路上来 估计以后能吃的胖胖的 这两只小猫怪会享受啊 吃饱了就跑到这个 自己的窝里面睡了啊 好了 我打扰它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